好,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如何用LibreOffice Draw來畫科學儀器 那有個地方先設定一下 我們在檢視工具列裡頭有個選項 這打開之後 我們要設定這一個快速對齊物件框還有快速對準物件點 這兩個都要把它選起來 按下去過一會 這樣有個框框框起來代表已經選到了 這裡按下去 所以兩個都有 那有了之後就關掉 接下來我們先來畫一個試管 試管畫的方式我們就先選這個矩形 拉一個長長的管子 那試管底下是圓的 所以我們就拉一個圓形的 這個圓形的呢,我們就把它接在底下 那這裡頭 如果你剛有選那個快速對齊物件點的時候 像這個圓就可以任意的 它就自動對齊了 那我們就把它拉好之後 圈起來 按右鍵 有個形狀 選擇合併 這樣子圓圓的底就出來 那再來這邊應該要有個小小的嘴巴 我們來設定一下那個小嘴巴怎麼做出來 這裡以後就有一個 我們用直角三角形來做齁 先拉一個小小直角三角形 然後呢,我們要把它轉一轉齁 那下面這裡有一個旋轉 我們把它按著Shift鍵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我們讓它來旋轉 好,旋轉成這樣之後 把它接在這裡 接好之後呢,框起來按右鍵 形狀合併 好,那這就是一個飾管 那飾管我們可以把它設定 它是沒有顏色的齁 就是單獨只有線條 那飾管裡頭如果我們要裝水的話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來幫它做一個複製 先複製一份 編輯,好,複製 然後在原地再貼上一下齁 編輯再貼上 那現在這裡其實有另外一個水的齁 我們水,把它加個顏色 所以這個是水 這個是原本的管子 我們現在要幫它裝水呢 只要把這個部分呢把它切掉 然後擺回去就可以 那切的方式是這樣子 我們再拿一個框框 把它選起來 按右鍵 形狀 剪去 把它放進去 這樣就裝好了 那如果說要擺的是一個斜的飾管 那怎麼做呢 那我們就選一個 我們把這個做好的 先複製一份 把它拉過來這邊 我們把它先轉一下齁 比如說我們要做一個導過來飾管 那一樣先複製再貼上 接下來 我們把上面這一個 加上色彩 比如說我們加個藍色 所以這是一個飾管 那這個是 我們要加上 要變水的那一個部分 同樣的 先拉一個框框 這框框 比如說拉到這邊 然後選擇它 按右鍵 形狀剪去 再把它放回去 這樣就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示範飾管的做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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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